叹叹噶叹噶 叹叹噶噶叹噶 revelацию 张北京啊 张北京啊 哎太好了 小飞翔 特别地冷静 我特别冷静地跟你说 咱们结婚吧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 我老婆 我是 你老公 合法的 咱们 大超 大半 这就是我们的产科手术室 二十年前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院长就是我们的老师 也是带我们来参观的产科手术室 进了手术室 是实习医生的第一站 也是医生职业生涯 真正的开始 医生是个非常残酷的职业 有些人会被淘汰 有些人会选择中毒离开 能够留下来坚守到最后的 都是精英啊 方医生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 当年如果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专业 一定会成为咱们国家顶级的脑维科专家 能不说我了吗 院长 其实啊 我一直认为 你的能力在你们家老秦之上 为了爱情啊 你却选择了败持 你做得到 我还真做不到 要不怎么你当院长 我当不了院长呢 我知道你有难处 还有你们家老秦 现在面临着主任考核 可是再这样闹下去 影响太不好 现在院里到处都阴论纷纷 院长 我想离开医院 你这样做结论就是没想明白 逃避不是办法 我想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石头那天专业就这么放弃了 太可惜了吧 我不是一个事业心特别强的女人 如果让我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选择 我一定会选择家庭 你看 这是我一个老同学 第一院的心理科主任 也是咱们国家的顶级心理学专家 你也认为我有病 去找他聊聊 没什么坏处吧 听说了吗 方大夫大闹着的事 差点把猪肝都掀了 你看见了吗 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 从来就没见过秦大夫 这么着急的 是啊 多温柔一个人啊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告诉你啊 平时不发脾气的人啊 急起来越可怕 有道理 可是他们平时不是挺恩爱的吗 对啊 全都偶像 对啊 你又不是真偶像 我就不相信我不吵架的夫妻 越是恩爱的 越是问题多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 人前秀恩爱 背后死得快 小李 六号病床需要加强产后的恢复 你按得多起来走路 不要那么娇气 小张 五号的孩子有点轻微的废湿 让儿科过来会诊 小王 十三号的病人已经抛妇产三天了 止痛药可以减量 小陈 八号病床的病人 你问他痛变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让家属多给他准备一点粗纤维的食品 对 孩子们 不要瞎猜了啊 我可以告诉你们 小三没有 外遇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这些都没有时间谈恋爱的孩子 就不要瞎琢磨别人的感情了 多想想自己的事吧 阿姨我 放假了 放假了 你说你就不能多穿点啊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穿秋裤了没有啊 谁穿秋裤啊 从来都不穿秋裤啊 不行 你得穿 干嘛 干嘛 我给你按摩按摩脚膝 我跟你说 韩子脚底起 你这脚上不暖的 你身上一暖不凉 好多了 好多了啊 你看你还说好多了啊 你赶紧赶紧去准备节目 我告诉你 你这是虚汗 你太虚 你得补充营养 我那儿有匹红猫要酒 我给你涉点啊 喝不了酒 喝不了酒 你听话 怎么回事啊 你男人啊 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你身边没个女人 真是不行 老尚 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留了也这么久了 你真该找个知冷知热的 我好好地捧捧你了 老尚不缺女人 她缺的是一奶奶 圆圆 又闹 我还真没闹 我说的是实话 就她这样的 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最喜欢的 最抢手了 是不是要老尚 咱们老尚可不是这种人 别别别别 别走 你的 你的老尚 那不成熟的 才专门喜欢那年轻的呢 那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其实 我也挺不成熟 挺不自信的 不许这么贬低你自己 年轻有什么好啊 不就是无知者无畏吗 不就生懵点 我觉得这论生懵吧 没人能跟富贵大姐您相比 为什么 酒 别停 接着喝 您两位 别在这儿聊了 行吗 赶紧干活吧 元元 我让你帮我找那选题呢 找到了 女人该如何度过生育后的空窗期 什么意思啊你 这选题不好啊 元元 你知不知道啊 我压根不需要你给我找什么选题 要不是金总和北京 非得把你塞到我这儿 说是你刚掉了孩子 怕你再闲出什么毛病来 谢谢领导的关心 我挺好的 你们俩觉得我爱事说句话 他脚脚就走了 北京 元月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 那个 小副 来来来来来 你看看他 什么什么跟鬼刀肉似的 我说说他 他现在特殊精狂啊 你稍微的包容着 你就知道袒护他 你什么要袒护 袒护我呀 都护着 都护着 那个 先干活去 回头我批评他 嗯 领导回来啦 我给你倒杯红毛药酒吧 有意思吗 领导您气色真好 容光焕发 红光满面的 看来那富贵大姐的按摩手法不错呀 你说他这样当主播太可惜了 应该去按摩院挂一头牌 好玩吗 他不知道身前 您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啊 他不知道身前 这因为他不知道你结婚了 你回来 回来 没说完 坐下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跟他假戏真做 我就敢让你净身出户 不劳您大驾 方向 已经把我从卧室踢出来 我已经客厅就寝了 他 我脾气还没消呢 你不平时挺能说的嘛 这关键时候就别要脸了 该说什么说什么 早就不要了 我连那个 公开夫妻身份 大半婚礼我都说了 他怎么说呀 断人拒绝 说不能我想引就引 想公开就公开 有个性 我得表扬他 什么嫂子呀 你还在这儿火上浇油 你看着不怕事儿大是吧 人是你打的 或是你躺的 解铃海虚细铃人 这事儿你赶紧想折搁啊 媛媛 媛媛 你帮帮我行吗 就小飞翔那脾气 他一条道走到黑 我怎么办呢 帮你没问题 但你得答应我 到死 你都不能对方向有二心 是 苍天在上 还有 就那个大胖锅 怎么蛊惑你 你都不能动摇 日月可见 行 包在我身上了 那我的工作呢 我替你干 你替我去当主播呀 你的那个事儿 我跟老金都说了好几回来 可是不好办呢 借口 就是借口 你看我现在都什么德行了 贴得点瞎晃悠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跟你说我要再这么晃悠去 我就老了 我就 我就没救了 要不 你拿几个好的选题 我才老金刚也好说话 那我不又成了实习生了吗 我奋斗了小十年 我一下又回到解放前了 这不特殊情况吗 要不 我给他来一狠的 秘密 我说你也是 跟两个不懂事的人 瞎计较什么呀 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不懂事就得教育 怎么着也能不着 他们在背后议论我 你现在什么感觉呀 闲得发慌 手上慌心里都慌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告诉你吧 你这叫典型的事业线女人 休假综合症 又有一个大夫来给我看病了 我问你啊 多久没休假了 两年有了吧 休假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怎么没意义啊 闲得太紧了都快断了 既不爱吃又不爱喝又不爱打扮又不爱睡懒觉 那是我休假干什么 以前是没有钱没时间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为什么不爱呢 不但爱 还要特别地爱 要大爱 要特别爱才对 我爱久了 现在给你长两个美容师 给咱俩做做美容 按摩一下 你让我躺在那边挺尸一样 俩小时 你还不如傻了我 那你告诉我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的吧 最想干什么我不知道 最不想干什么我知道吧 最不想干什么我知道吧 你说吧 不想回家 真不想回家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不就是想当一个伟大的歌唱家吗 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复权可待 是不是差得太远了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这儿白天没人 完成你的梦想 来唱歌 尽情唱 随便唱 怎么样 为什么是白天 晚上不行吗 你还想晚上来唱歌啊 真的假的 那我这门票得加倍了呀 今夜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 我对你 是一个小时的 你也是一个小时的 那你也有一点 要是一个小时的 我对你 你也不想起来 有你的辣子 我对你 是一个小时的 你也不想起来 你懂得更好 这次真的不懂 你许为更好 我没有懂 就像你只为我 是不懂 亲爱的 亲爱的 谢谢你 这次真的不沾你 是你 陪着我 学校转发 把他给他 我给他 那的 你插 我拉 你发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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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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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干吗 你干吗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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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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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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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脚底下 那天天别走啊 别走 行 感激喝 感激喝啊 脚底下脚底下 你说我们刚认个爹 那怎么能走呢 得继续去 脚底下玩 我先让你手下吧 来 好开心 给你手下 怎么了 走 走 你到你把我来进去了 上车上车上车 走走走 下你成吗 哎 鞋粉 哎 哎 你怎么会是啊 起来呀 哎呦 别坐这 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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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你别走这儿 你这么折腾了 我知道 你心里不痛快 我对不起你 都是我不好 跟你这么折腾 我也受不了了 你真把我当成 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吗 新闻来 进来 凤云 凤云 都五年了 你老是待在这个房子里 你永远走不出痛苦 都五年了 你第一次走进这间房间 你就不痛苦吗 老星 我知道你想躲着 你在家里躲着我 在医院也躲着我 你还想躲到哪儿去 我没有躲 我今天跟陈院长说了 我想离开医院 你觉得这样 是解决了问题的方法吗 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 我不想再失去一个丈夫 我们俩都各自给自己一点空间 怎么给 怎么给 我也不知道 范薇 你真的觉得我们俩之间如果没有孩子 真的就没办法生还下去了吗 你能不能从这个房子里走出去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是想走出来 老秦 我一直想要孩子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就能走出来 我做了那么多次事惯因儿 我不就是想走出来吗 不成功 我乱潮衰竭 我想戒乱身子 你不同意 我一个女人 我宁愿用别人的卵子跟你结合 放在我的肚子里生孩子 我是为什么 我不就是想从那里走出来吗 我没有一个孩子 我们都是做了父母的人 你认为我们俩就能 就能心安理得就能好吗 我们只有一个面对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才可能忘记过去 好 你不同意 我也试图想跟你再恢复夫妻的感情 我们 这么多年都没有夫妻生活 我想制造浪漫 我想让我们再回到上大学时候 那样我请你跳舞 我想跟你一起回到过去 我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吗 方雨 我觉得你有点不可理喻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在努力在配合你对吗 你去做事管婴儿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我 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了 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个爷们 这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我又明确地告诉你啊 我调科手不是逃避你 我是逃避我自己 我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东西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到你 我看到你我 我看到你我 对不起吗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曾经 我曾经 我曾经试着想去找人别的女人 不许下手 在孩子的房间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大琴 你觉得我妈那好吗 好 我 你觉得我妈那好吗 但是你得听我的 这次一定要听我的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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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感动壮壮的一个东西 我跟你没办 好 好 大姐 你现在什么感受啊 围城里不是说了吗 婚姻里的人想出来 婚姻外的人想进去 我觉得工作也差不多 忙的时候烦 咸的时候更烦 说得太对了 以前我是最懒的那个人 能多睡几分钟就多睡几分钟 现在倒好 天一亮我就醒了 怎么睡都睡不着 我跟你说吧 我已经把家里面一礼白白 打扫了三遍了 剂酒线都擦得干干净净 现在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咱们今天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圈那丫头 别再跟上美金闹了 好好地过下去 这怎么还不来啊 给她打个电话 那姐 就假怀孕那事 特别想跟方向说了 我觉得保守秘密 简直太痛苦了 她现在真闹心呢 不是说的时候 你说过去那地下工作者 是怎么做到守口如瓶的呀 你这种不打自招就 你看出来了我是一叛奴是吧 听我的话啊 有说的时候 她来了 别叫了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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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你了 老戴着耳机她能听见什么呀你看 人要的就是这飞 来 来 跟你说了多少次 不要带着耳机 在马路上多危险呢 要看车 知道知道吧 土锅大的呀你 凑合我了吧 怎么着人都凑齐了 准备起义啊 她无数次一旦动手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为了杜绝你再次受伤害 我跟大姐决定让你跟上北京离婚 离婚 上北京说她跟我离婚 我们俩替你做的决定 大姐媛媛你们俩没事吧 谁让你们俩替我做决定了 你不想离 你还有一位在纵容她 你知道一个男人打女人行为多么恶劣 那简直就是渣男败类 上北京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 她是不是渣男败类 由不得你们俩来做决定 不是 你们俩没事吧 自己的事还没管好呢 就来掺和我的事了 没错 得饶人处且饶人 她既然已经认错了 你就饶了她吧 就是的 俩过日子呢 还不磕磕碰碰的呀 你该给人抬肩下 赶紧给人抬肩下啊 我说怎么回事了 闹了半天 还是给上北京当说客来了是吧 我以为你们俩真窜到我跟她离婚呢 我跟谁都有冲动的时候 冲动过后 怎么解决矛盾才是关键对吧 就是 再说了 要说离婚你是老三 你上面还有我们俩呢 要轮也轮不到你 你跟北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你又不是一个巴掌 就能打算你夫妻 没错 结论先不着几下 这事我跟她没完 那你打算怎么办 大姐 我觉得这事也不能完 你说 不管怎么能像像艾勒特眼光 我觉得这口恶气必须得出 要不就 办个婚礼 把关系公开了 北京不是已经表态了吗 靠谱 婚礼一半 你这生蒙海鲜就不敢往他身上贴了 对呀 上北京也不敢再招婚引蝶了 绝不 他有生蒙海鲜 我还有小鲜肉呢 他要是晚节不饱了 我也用不着纠结了 我们隐婚的自由是什么 就是管住自己 宽容对方 靠婚礼来捆住对方 我觉得丢人 什么乱七派的 你们就把婚姻当儿戏啊 你就这么玩啊 就是这么玩 大姐 你知道为什么 你跟大姐夫现在这样吗 就是因为你太没有底线 太不拿底线 你拿回事 你又干什么 相信我告诉你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但是我知道我该在乎的人 我知道我该在乎的事 你拿婚姻当游戏 那是你的事 等你玩砸了玩陷了 成了孤家寡人 你别后悔就行 说什么了 说翻脸就翻脸 你说你说什么了呀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你心里没谱啊你 大姐那伤口 你夸网上撒把言 换你你乐意吗 你慢点 干 没事 天天锻炼 你这身体还真好 爸 你叫我说呀 你说我妈也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要不要想着给自己找一老伴啊 啥意思啊 嫌弃我了 你让我走是吧 没有 什么嫌弃您啊 我就是觉得您一个人怪孤单的 有个人跟您说说话不好嘛 反正我赞成啊 我估计老二老三也不管了 你这孝心我领了 但是我不想到了 我等着玩干嘛呀 那我守着你妈这小院 守着这小菜园子 那安稳稳的过日子 哎呀我到死我都知足 别说死啊 我爱听 哎 人这辈子生老病死 都离不开这四个字 有那么一天 只要呢 没有让我闭不上眼睛的事 我就知足 知道 我没孩子是您最大的遗憾 我没带好这个头 你又不明白你爸 你爸不是那种糊涂人 我不是说非比你要的孩子 老天爷 把这夫妻就绑在一块儿了 那孩子就是中间那块红绳 那有孩子就绑得紧绑得老头 没这孩子 那就不好说了 你说我当年跟你妈 这辈子也是磕磕绊绊的 没少吵过架 没少半个岁 有的时候觉得咱 真是活不下去了 一跺脚啊 一 可是后来呢 还一看见你们这几个孩子 就没这想法了 那俩人都有孩子了 这血脉都交流在一起了 离什么离啊 越绑越紧 没有孩子了 离婚的也多的是 有着说来说去 不还是嫌我们没孩子吗 我 我没那意思啊 我这是希望你们高高兴兴的生活上 是吧 有孩子 没孩子 我不强调 你不强调 爸 爸 让我再您这住几天吧 每次一回来 我就觉得特别的放松 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 人家都说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妈妈做的饭 但我说呀 世界上做的最好吃的是我老爸做的饭 呦呦呦呦呦 别煽情了 真我眼里都灌掉下来了 哎呀你都飞出去呢 那样子了赶紧走赶紧回不来了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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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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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